原地不上限 奬勵被設限 手舉牌子拉起布條 二十位醫檢師在工會帶領之下 到台北市議會前 抗議北市聯誼 苛扣屬於醫檢師的防疫獎勵 因為他這個是一支一支算錢的 那你做了幾支就是多少錢嘛 你怎麼可以說我超過了 然後你太累了 我不給你這些錢 這不合理啊 完完全全不合理啊 原來醫檢師們的訴求是 不應該設獎勵金上限 維持百分之三十跟百分之七十的分配比例 不保留獎勵金百分之二 獎勵金的百分之七十 應該要尊重各院區 依照貢獻的程度來分配 如果需要修改規定 也應該要有合理的依據 工作量然後跟上班時數 然後跟人力都補足 調配之後才來設上限 他們第一次發完之後 就開始閉門會議 完完全全都沒有跟員工告知 後面要怎麼分 根據統計 目前全台醫檢機構大約兩百五十二家 醫檢師大約有九千九百多人 因為疫情的衝擊 工作量全部大增 但是北市聯益的醫檢師 卻發出怒吼 疫情爆發以來 醫護待遇福利爭議不斷 中央跟地方政府 如果不設法解決 傾聽醫護的心聲 只會讓辛苦付出的醫護人員 更加心寒 記者余盛行親組人 王一仲 台北報導